王家自从去年换了执行长之后 外界就非常关心这个新执行长张渝山 是否能够让王家的营收起死回生 不过根据王家最新的财报 去年整年的营收不仅只有461亿元 而且还年减了5.09% 其中去年第一季的获利还曾经仅剩下120万元 比前年暴减了99% 当时王家董事长詹洪志 就曾在去年六月份股东会的时候承诺 如果没有办法改善这个获利的状况 愿意让自己的薪资归零 所以日前员工就已经收到 这个詹洪志董事长发出的内部信 内部信里面就直接提到 因为营收不如预期 因此他跟执行长詹云山 共同做出了痛苦的决定 就是不发放去年员工的绩效奖金 同时他也确定 从今年一月开始不再领薪 等于兑现去年的承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